1956年春天,河南信仰遇到汉庆 恰逢春耕,苏勒村的几个农民在外出着水时 响起了小刘庄西边的土岗上,有块土地朝年潮湿 庄家长势一直叫好,应该能打出一口水井 于是几个人开始打井,没想到的是 从土堆下挖出了一些木板 继续回水头,竟然挖到了木葬的果室 里面有画着画纹的木板,还有浸透着泥香的青铜器 挖到古墓的湘西震动河南 省文物工作队文学而至 轰动全国的信仰长台观战国储墓的发掘 就此拉开序幕 新国考古发掘,这座古墓非同一般 适当使墓葬形致最大,藏品数量最多的战国储墓 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从墓中心理书903件文物 有青铜器,乐器,玉器,木漆器,陶器,以及丝织品 种类如此丰富的随葬品就像一座地下博物馆 这么高规格的墓葬形致,它的墓主人会是谁呢 线索来自墓中的十三件边中 在最大的那枚边中上刻有名文 为经历,居易近人,就融于处境 据历史学家考试,这十二个字说的是鲁爱公四年 楚面容满的一段故事 墓主人的身份也随之接下 他就是左传中提到的楚国左思满,盘 在楚面容满的大战中 这位出身信仰的将军立主臣病于楚境边境 最终奉使经国屈服,立下了赫赫战功 此后葬在他身前驻守的承阳城 墓主人身份之明解开的同时 那十三件古代边中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兴趣 因为当地特有的清高尼,密封信几号 边中出土时完好如初,名文清晰,毫无秀实 专案音乐学院民族研究所得到消息后 派出王世湘,孟宪福,郭英三位专家组成调查组 前往信仰考察 见到实物后,三位专家更为惊叹 每线边中毫无裂痕 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黑灰 中气本身的金黄色泽宛如昨日 十三线边中为长方行扭 凉写下垂,尺寸及重量一丝递减 最大的通高30.2厘米,重4.36公斤 最小的通高12.93厘米,重0.4公斤 敲击检色的结果也让人惊奇 千年前的声音穿越至今 一人轻量透明,悦耳动听 而且,十三件边中的音阶 仅与现代的国际音标相差2% 完全可以演奏现代乐曲 为了作音,王世湘等专家 敲了一曲《东方红》 曲子的正五声音调准确 但要完整敲完曲子还差两个低音 专家们敲击寻音 最终在中美上敲出了近似的低音 就这样,变中版《东方红》诞生了 这段录音也一度成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开播曲 更神奇的是 13年后,1970年 这段录音被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送上了太空 并经由当时媒体的传播 传遍了千家万户 一首乐曲《穿越千年》 从深海地下象征着古老文明的边中 到九天之上 代表着科技与梦想的太空 历史与未来在那一刻碰撞在了一起 历史的交汇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关于未来的故事 仍要从信仰出土战国边中的1957年讲起 这一年 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 斯普特尼克一号由苏联研制 当年应苏联天文委员会的邀请 中科院在北京、上海等12个城市 组织观测组 对这颗卫星进行观测 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家向中央建议 搞我们自己的人造卫星 在中央的致实下 中科院把研制卫星 列为1958年的头号任务 代号581 在贤学森和赵九章的代理下 581组的科研人员分战两个多月 与院内外31个单位通力协作 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设计 搞出了两种探过火箭头部模型 在当年国庆节的中科院成功展览会上 毛主席、周总理都前去参观 显为人知的是 展出的模型是科学家们点着蜡烛 趴在北京西郊招待所的水泥地上 用老虎钱挫刀、铝皮和三颗板设计 制作出来的 卫星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 目的不仅是一颗卫星的上天 而是通过卫星培养一大批 掌握航天技术的人才 带动民用、军用等诸多新兴技术的发展 当时的科技人员 仅靠国家分配的大学生远远不够 1958年初 专科院提出按照 全院办校所细结核的方针 办一所以新兴技术为主的大学 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月上报、6月批准、8月招升 校舍没有着落 中央领导就把军产PIG科技大学做校旨 9月中科大按时开学 开设了一系列有关空间技术的课程 包括前学生主讲的 星际航行概论 赵九章主讲的 高空大气物理学 陆远九主讲的 陀螺机关系导航原理 当年那些聆听大师讲课的学生 日后组织了我国航天科技的骨干力量 1958年底 中科院大气物理代表团赴苏联考察 考察归来 代表团认识到 我已经想上天 要先从火箭探控搞起 在中央两亿拨款的支持下 北京火箭发动机试射基地 上海基电设计院运载火箭试验基地 大连长春的高能燃料研究所先后建立 随后的三年 由于国家经济困难 卫星研制工作暂停 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 勉励航天工作者 卫星还要搞 但是要退后一点 那几年 航天工作者没有气馁 他们把对卫星的热情 投入到火箭和导弹的研究中 1960年5月 毛主席在上海尖端技术展览上 看到了TCM火箭 当他得知 这是在没有苏联专家 没有资料 完全靠我们自己设计研制的火箭时 连生叫好 并学问能飞多高 当得知能飞8000米时 毛主席鼓励航天工作者 8公里也了不起啊 8公里 20公里 200公里 搞上去 1964年6月 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 中近程火箭发射成功 10月第一个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份精神的航天工作者都觉得 是时候向卫星发起挑战了 他们给总理写了一封信 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卫星发射计划 1965年医院 金州安批准 我国人造卫星工作正式上马 代号651 由贤学森典将 挑选了18位负责卫星计划的航天人才 卫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特殊年代 为了卫星能顺利上天 必须简化任务 突出重点 在中科院的651会议上 确定了我国第一颗卫星为科学试验卫星 为了突出寻传意义 把原方案里的卫星向地面发送 摩尔斯标志码 改为播放东方红乐曲 卫星的名字也被确定为 东方红一号 在那个年代 老北京家里只有受音机 受不到卫星发出的信号 大家想了一个办法 让中央广播电台 用大功力接收器接收 再向全国转播 任务重担 事关让全世界人民听到 中国第一颗卫星的声音 这声音是东方红的前八个小节 因为是第一颗卫星 风方乐曲的技术难题 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科研人员专门制作了乐音装置 初次实验时 大家都待住了 东方红乐曲 编掉了 问题越重担 头脑就要越清醒 经过冷静分析 科研人员赶到上海 找到了国光口经厂的乐音专家 专家告诉他们 只要加上斜播 声音就能变得一扬顿挫 编掉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大家长出了一口气 1970年4月1号 装载东方红1号卫星 和长出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 抵达九泉卫星发射基地 4月2号 郑总理召集科学家 听起一线汇报 他趴在地毯上查看地图 和科学家一起测送卫星 飞越世界各城市的时间 亲自向一些非洲国家的首都 写在预报方案中 要让第三世界国家 看到中国的卫星 1970年4月24号 下午3点50分 发射现场接到总理的电话 毛主席批准了今晚的发射 晚21时34分 发射指挥员下达一分钟 准备的口令 21时35分 指挥台操纵员按下发射按钮 火箭发动机下 巨大的橘红色火焰 冲出导流槽 火箭冲天而起 地面有侧跟踪系统 不断报告 飞行正常 21时48分 发射现场传来喜讯 新舰顺利分离 卫星成功入轨 发射人员的欢呼声 响彻夜空 21时50分 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 已经收到卫星传送的 东方侯乐曲 4月25号 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 卫星经过 祖国各地上空的时间表 正在广州参加 东南亚三国四方会议的 周总理 一走进会场 就兴奋地向代表们宣布 为了庆祝 这次会议的成功 我给你们带来了 中国人民的一个礼物 昨天 中国成功发射了 第一颗人造卫星 1970年劳动节当天 东方红一号卫星 飞过首都北京 盲主席航天工作者 以及广大群众 齐聚天安稳 一起通过半导体 听到了这时来自太空 穿越千年而来的 东方红乐曲 在东方红一号 熬月太空七年后 信仰编中的故事 也有了续集 1977年3月 音乐学家黄祥鹏 跟随调查组 复甘 闪 静 玉 四生调查 在外先情编中 测音调时 他惊讶地发现 大多数中的右鼓部 也明显不同于 正鼓部的音高 而且右鼓部 铸造的鸟形图案风格 也与整体完全不同 再通过对编中 振动方式的测量 可以证明 每口中都能发两个音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 一中双音 上古时代 人们认为月音 起源自凤鸟的名叫 西洋编中上的鸟形图案 不仅证明了古代 驻中工匠的高超记忆 也把一中双音的历史 向前推进了两千年 时至今日 开创中国航天史新纪元的 东方红一号 人在鬼运行 而反映中华文明 一脉相承的 西洋长台观 楚木边中 则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河南西洋博物馆 淮上春秋的展厅里 有一套按照 长台观边中 发生原理复制的新边中 每段游客敲击 终身绕梁庆行 让人梦回春秋 看将军出征 看楚人坚毅 一如我们这个 永攀高峰的民族 绵夜千年不绝 此刻风景正好